看到迷路的猫咪等小动物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置呢 要不要出手救援 近日上海联报两起女司机停车救猫的事件 引发了网友的争论 5月27号一位网友上传视频 他当时在喜武林高速上行驶 突然发现前方车辆都慢了下来 随后发现原来是一位女司机在停车救猫 无都有偶 同样是网友爆料 前几天在中环到罗山路下杂道一带 两只小奶猫出现在高架上 一名女司机停下车正想要救他们时 其中一只被车门压过 女司机冲上去把另一只小猫抱上了车 所幸女司机后方车辆及时停车 没有引发交通事故 视频引发了热议 有网友认为两位女司机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行为十分危险 如此危险驾驶 妨害正常交通 极力引发后车追尾 也有网友认为 小猫也是生命 每条生命都该被尊重 不应该见死不救 对此交通领域的相关人士表示 这种行为是交通违法行为 根据规定可以处以行政罚款200元 及六份的处罚 而有律师也认为 女司机们的行为虽然是一种爱心的体现 但是一旦对他人造成重大的伤害 就和防卫过当一样 也会遭到法律的惩罚 那根据交通法规的相应规定 如果是驾驶 营运客车以外的机动车 在高速公路的车道里停车的话 所对应的处罚 就是扣六分 200元罚款 那以目前的报道来看 这些旧猫的女士 已经违法了相关的规定 应当承受相对应的处罚 那或许有人会说 他们当初的行为是基于好意 基于爱心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 交通法规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 是因为在高速公路上停车 是可能造成自己 以及他人的危险的 也就是很有可能 因为你的一个急刹车 导致后车来不及避量 进而产生比原先预期之外 更大的危险系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我们当然是呼吁 要严格的遵守法律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提醒 就是当我们的这些驾驶员朋友 在驾车过程中 如果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 包括如果说 有些需要救助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也必须综合的评判 到底自己的行为 是放大了 还是降低了风险 那么当然 面对生命 我们这种挽救的心情 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在过程中 采取的措施 也必须要谨慎 也就是我们不能说 为了拯救一个生命的行为 最终让更多的生命 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 整个操作流程 需要秉承一定的规范 以安全为首要的考虑因素 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遵守法律 和我们个人献爱心之间 才能形成一种平衡 安全是